他们要结婚了?李荣浩?杨成林小两口爱潮潮豪华?有人报道他们真的很急。 自从杨成林与李荣浩公开恋情后,有不少的网民都急着希望他们早日成婚,怀孕,生孩子。 交往三年稳定的他们非常低调从显有公开示爱,但只要提起他们互相都藏不住爱情的甜蜜。 有爆料指出,即使从年初两人便积极在台北看房子,当中还有超过百平,要价1.2亿元的豪宅。 还松口承认想结婚,网民都纷纷送上祝福。 据镜周刊报道,有爆料人士透露,杨成林和李荣浩已经在家间脚步了,从去年底至今一直在大台北地区物色房子, 小雅口会亲自到场,能感受到重视的程度应该不仅仅是要纯投资不动产而已,就连周遭的朋友也不会言表示他们真的很急。 另外据房产界流传,李荣浩属一新深北路上的台北一号院高楼层,据西坪数在120坪左右约1.2亿元,不过小雅口还在犹豫中。 此外该处据传也是黄紫角的新家所在,123坪原本建商开价1.6亿元,后来以1.2亿元成交,换算下来一坪约94万元。 针对艾潮疑似曝光,小雅口共同有人表示,李荣浩其实从两年前就有在台北制产的念头,想要在台北有个家,过去曾在大直,大湾三联公园附近物色物件,不过都是走走看看,直到近期才比较积极,有人也透露,这次买方是李荣浩要出钱。 不过28日上午,杨成林在脸书发文,致报道,没有本事。 虽未指出是在回应哪件事,但有网友联想到可能是回应想婚,买房的部分。 台北一号院卫星赋发建设推出,在房屋仲介网站上可以得知有20层楼,主要结构为干股,内部公共设施有KTV,交易厅,宴会厅,室厅中心等,外观色调走暗色系,以钢琴浪板为设计,集结心灵与奢华。 内部装潮同样以身色为主,走简约气派风。